好 第一個問題就是 就是鋼準這個消息對港股有沒有充起作用呢 不會沒有的 問題很大 就是你很難會想像 鋼準的市場還要跌下去 現在說不通的 但是你說市場其實是不是 就是連初至今無厘頭的跌下去 你又不是 你了解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那些中概股為什麼跌了這麼多 是不是怕鋼準不是的 你是純粹怕退市那些相關風險在那裡 那你說會不會突然間 未來中概股和中美方面 可能談完之後其實不是說二百多間都 強制性退市 可能只是滴滴這些自己身退市 那夾起來再配合鋼準 有這樣的情況在 所以你說分清楚鋼準對於什麼公司 對於什麼行業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幫助 如果未來你衝進鋼準那些東西 你就要將一些視野放在一些內銀股 內房身上 因為那個問題近期 市場的唯一風險 就是影響過的唯一風險 一定不是就是方網股的 你看這段時間 其實應該不算是上個禮拜開始 恆之鷹一早穿了52周大位 科智都沒有穿的 一個原因就是還有一些內房 債務違約的相關風險在那裡 所以如果你看鋼準上面 當然是幫助一些內房 內銀企業上面 但會不會導致到一個出現報復式反彈 不會的 因為你可以肯定地說 還有很多內房 處於一個比較艱難的格局 恆大你不會突然還到錢 不會因為鋼準 突然間它會還到錢 所以這些問題 基本上不會因為鋼準 而去完全解決 但造成一個舒緩緩衝作用 絕對有機會有的 所以你暫時來說 短線 特別A股 對於鋼準的憧憬是會比較大 但是對港股來說 我想就不要太大期望 是